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阿芷 我要出国了 哦,恭喜你啊 那 那你呢 你毕业干嘛 我正在找工作 其实 你可以和我一起的 我还有事,不多说了 谢谢你临走前 还记得和我这个普通朋友打招呼 祝你绝业有成 果然还是在这儿喝酒最少 对啊 没想到当初我们找的这个地方 竟然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 就连闭了夜以后也想偷偷回来 哎 好像在这上面吹风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哎,你还记得吗 你和齐湛当年分手 也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回来哭鼻子 哎呀,都那么久的事了 你还替他干嘛呀 再说 当时我们也不算在一起过 怎么能说是分手呢 而且他这次回国也不是因为我 他身边 应该已经有别人了吧 虽然我总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啊 总有一些误会 但是 这两年也不至于发生什么事情吧 嗯 不过他突然回了空降城里的上司 我都觉得有点太巧合了吧 是吧 你也觉得这不科学是吧 我就觉得吧 像他这种人 按理来说 回来应该去个什么 那种外戚 嗯 你说他来我们这种小工作是干嘛呀 虽然他和林诗洛当初是一块走的 但是我觉得这俩人也没什么 是吧 哼 有没有什么现在都和我没关系了 怎么没关系 齐晨刚回来 你就获得了一百万粉丝KPI激励嘛 你这个人不光不帮我 居然还在这嘲讽我 你过分了啊 好啦 不说你了 吃你的果冻吧 桃子味的 你最喜欢的 谢谢 活过来了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你可是我们的新音女神 这点烦恼就把你打击到了 新音 神之大佬 哈哈哈 花会枯萎 爱 永不凋零 风 会带走你曾经存在的证明 下个月的工资平定 请对我温柔点 花有在开的那天 人有重逢的时候吗 朕很忠义你 陶桃你吓死我了 社团贸名表 楼下发的 看看你有没有感兴趣的 我忙着呢 哪有空参加这些啊 友情提示一下 社团活动 算素质拓展学分 不能补到 跆拳道社 不行不行 绘画社厨艺社 这都也太普通了吧 好像是啊 不如我们自己办一个吧 原始成员们三人即可 办什么 陪事啊 我认识一个人 他可以帮到我们 大家好我是山枝 真没想到 咱们心仪式还能重聚 大家都在 正好 山枝大佬 宁愿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社长 嗨 我都不做培研很久了 阿芝 看你在这条路上 发展得越来越好了 恭喜 谢谢社长 其实也是因为一直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能在这条路上 走得越来越好 看着你们 曾经的一幕幕就浮现在眼前 咱们一起在新一社的时光 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是啊 那段时光真的好让人怀念 不过幸好我现在又和阿芝一起配音了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这次聚会的主题 事情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是想通过办一场咱们新一社回归科会来完成一百万粉丝的KPI吗 是的呀 想当年我们新一社也是风鸣一时 所以只要我们能回归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好 既然阿芝开口了 我必全力支持 我也觉得这是个新一回归特别好的时机 而且我们这些人聚起来 也应该做点事情了对不对 回归科会 是不是一听就非常期待啊 好 场地器材我来搞定 来 为我们轻易回归 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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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啊这个 我也太可爱了吧 天哪 看看你的 别看我的 不能看我的 你也太像神经病了吧 你怎么骂人呢 猫的猫的 你说到时候呢 我就让淘淘用团团的声音再录一半 嗯 然后让山枝用陆飞音再录一半 到时候把咱们四个人的做一个魂简 放上去绝对火 啥子 你可真是配音界的营销鬼才啊 一般话吧 嗯 嗯 但是你说 如果我们 让 让李兰公子帮我们录一半 他会愿意吗 这样子 我们顺便还可以邀请他来我们的歌会 啊 李兰公子 之前我在网上跟他交流过 你把这事交给我吧 你跟李兰公子很熟啊 以前不是很熟 但是 他现在竟然是我们线条工作室的一员 对吧 身为同事 这个忙肯定要帮的 嗯 嗯 好了 这个事就交给我吧 嗯 小阿智 其实我想跟你说 大家开会 来啦 一会儿继续 好 先开会 全世界除了你 我谁都不相爱 全世界只有你 能让我心潮澎湃 全和你在时光里 和生命之外 永远都不要分开 全世界除了你 我谁都不相爱 这一生尽全力 将缘分的火灌开 遇见你 遇见你 我相信了 命运的安排 一切都是因为爱 在天堂 他们都不相爱 没有保余的 我什么都不相爱 你可以